2. 星島日報 報促美國管制槍械 2015年7月26日娛樂D05大前日美國再發生槍擊案 一名59歲男子在路易斯安那州牟戲院播放新片《Trainwreck》時開槍射殺觀眾造成三死九傷 除了Trainwreck感難過,其他藝人也悼念死難者 並表達槍械無王館的不滿 美劇吸血新世代男星Nian Somerhalde連發多條留言表達不滿 一方面指暴力文化扭曲人心 同時又稱這是人類史上最暴力的時間 英國歌手Smith逆月揚表達開詩 稱與死傷者家屬同在 原美巨星幫女星Rebell Wilson則指美國應該效法他家向澳洲一樣管制槍械 療法掌聲